主要讲的是第四题的部分 第四题的部分,题目是说 输入m跟m两个数字 产生一个m乘m的阵列 比如说m的数字是6 m的数字如果是5的话 它就产生一个6乘以5的阵列 就像这边这样 然后其中 把它这个阵列里面的第一列 剪成1 第一行 也都剪成1 这边是第一行的部分 也剪成1 之后每个元素会根据这边这个公式 这是一个递回公式的计算 那如果我们先不管这个公式的话 这公式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在算这个元素的时候 为什么它的值位是2呢? 就是把它上面的这个元素 1的这个元素 跟它左边这个元素相较 所以上面这个1加上左边这个1 就得到2的这个结果 然后在算下一个元素的时候 之后就是把它上面这个1 跟它左边这个元素2相加 就得到3的这个结果 所以之后每个元素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10这个元素怎么来 就是把它上面这个6 加上左边这个4 相加之后就得到10 这个元素的数值 所以这个阵列是怎么建立出来的 就是一开始之后给定第一列是1 给定第一行也是1 之后每个元素都等于它上面 加上它左边的数值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阵列建立出来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说 这期题目要搞的是 任意给定m跟n的两个数字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阵列的样子给定出来 这样 然后这边是考那个动态记忆体的部分 就是 题目这边是想说要new出一个m跟n的阵列 然后程式结束的时候把这个阵列的记忆体释放掉 题目虽然这样要求 可是实际上在实作的时候 各位不见得真的要 考试的时候不见得真的要 去new跟delete 比如说以这里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就是用今天我们讲的这个vector的计数来做 来做这一题 这是原本的题目是说要产动态 原本的题目要求是说要能够动态的 建立 一个mxn的矩阵 一个阵列 一个array 这样的记忆体 那 在这边呢 假设我想要 我们假设不要用new跟delete来做 我们想要采用 采用vector的形式来做 那这样的话 这题大概要怎么写 我们可以这样考虑 所以在一开始在组程式的地方 我们可以说先宣告我有m跟m的整数 然后呢 透过c印把m跟m这两个整数读进来 先读进来m 然后再读进来n这两个整数 这两个整数一旦读进来之后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知道说 正列的大小 这个array 这个正列的大小 它就会是等于mxn 然后每个元素呢 它的形态应该是整数的形态 这是我们可以预期的这样 所以在这里呢整个正列划起来 比如说是 假设m 乘以n 如果它是相当于是 6乘以5的话 那这个正列呢 它的形式就会是 假设我用v表示好 这边就会是v0 然后v1 然后v2 v3 v4 所以这边总共会有0到4 这边总共就有 5行 8 然后再来这边会有6列 6个列 那这里会是怎样呢 就是 v4然后再来是v5 我现在把v省略掉 然后再来是6 再来是7 然后再来是8 再来是9 然后再来这边就是 10 然后再来这一个就是15 然后再来这边是20 12345 6 然后再来是25 所以就10 然后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1 22 23 24 26 27 28 29 所以这正列产生出来就是 会是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正列 然后这我们这边中关号里面 写的是什么东西呢 写的是这个正列的所以 他的index 所以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中间的每个数值呢 都是正列的所以 这个正列的 所以 这是他的index 这样 这个是这个正列的所以的数值 每个都是 那对于这些正列的所以呢 我们刚刚在题目这边呢 他把正列看成是一个二维的正列 所以他的每个 数字呢都是用ij表示 第i列的第j行 那我们这边如果把它看成一个一维的正列 这样子看成一维正列 只是把它排成二维的形式 所以它从0数到29 总共有30个 6乘以5总共有30个 那这边列怎么表示呢 假设列我的数研用i好了 i就从0开始 0 1 2 3 4 5 就是总共 总共有6列 所以 列的数研 假设用i表示好了 就是从0 1 2 3 4 5 那正列的这个所影 这个index 假设用n好了 我们用n表示 所以n的值从0 一直数到29 那i是假设列的所影 所以i是假设第i列 那行呢 假设用j好了 j等于0 1 2 3 4 就假设它是第几行 所以j j的部分是那个行的所影 所以我们先定义三个符号 第1个符号是整个正列的所影是n 然后定义了那个列的所影是i 然后定义了行的所影是j 先做这样的定义 先把这些index的值 先把它搞清楚 到这里有什么问题 总共有三个所影的值 那 这边我们需要考虑一个所影之间数值的转换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边是考虑的一个是 所影数值的转换 那所影数值的转换呢 就是 我的所影数值如果是n的话 这个n会是等于多少呢 会是 呃 所以这不要用n好了 对不起 因为这个n会跟这个变数重复 这边有m跟n的变数 所以这个所影数值我假设用l 所以这个所影数值的转换这边就是说 我的这个l的这个所影的数值呢 它会相当于是 i 去乘以 去乘以说 比如说第1列 i等于0的时候是指第1列 第1列它这边总共有 1、2、3、4、5 总共有5个 这5呢就是这个n的数值 所以i去乘以 那个n 然后再去加上z 它其实 不管哪一个所影 它都是这样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以这个 以这个18这个 这个所影来看好了 如果l它等于18的情况 18的这个所影数值会等于什么 等于说这个i的数值是3 所以这个是3 然后去乘以这个n呢 是表示说它有几行 所以n等于5 表示它有5行 所以 3乘以5的话就是15 就得到这个15的数字 然后再去加上z z的话也是3 那就会等于18 这样 所以这个是 这边这个式子呢 是那个说影之间转换的公式 我们要从一维帧列转换 跟二维帧列这边做转换的时候 二维帧列它的所影子是ij 这是2d array 二维帧列的所影子 那如果是一维帧列的所影子 就直接就是l 这样 这个是一维帧列的所影子 index 这是ij是二维帧列的所影子 然后如果是l的话 它是一维帧列的index 这样 这边我们先把那个 正列的所影的转换 这边先把它 这个式子把它清楚的写出来 有了这个部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 怎么样把这个 正列给建构出来 所以在这里呢 假设我的正列宣告 就是用v表示 所以我可以说我现在用vector 产生一个动态的正列 这正列每个元素都是一个整数 所以 间间的括号表示 我所要容纳的元素 的形态 所以间间括号呢 它里头呢 表示是 在这个 向量这个正列里面 它所容纳的 元素形态 然后这个元素形态是正数 然后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样板的形态呢 你看 这整个是一个形态 然后把它有个变数用v表示 这样子我就可以宣告说我有个动态的 向量的正列是v 然后我们可以之后就写说v-assign 这样子 我们刚刚也用到assign这个函数 说 我现在总共要几个元素呢 要m乘以n 这么多个元素 然后初始值 比如说通通给它 0好了 不然初始值通给它1好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会产生的一个 全部都是1的 一个正列出来 所以这个正列呢 就会讲的是 像这样 那这边每个元素的数值都是1 我这边列出来是所以 可是实际上 产生出来的正列是 每个元素的数值都是1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要设计成1呢 因为题目要求它的第1列是1 第1行也是1 那我干脆就把全部都设成1好了 这样就省去设定第1列跟第1行的作用 那之后只要把其他的部分给算出来就好 那我这边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边我们就产生了一个 产生一个 m乘以n大小 的正列 然后呢 所有值都是1 所有值都等于1 这样 那一旦这个正列产生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中间除了第1列跟第1行以外 中间所有的数值都把它填出来 那把中间所有的数值填出来就要写回圈去做 所以我们这边回圈是这样写 就一开始的时候就写个for回圈 for 然后我宣告说我的 所以值i呢 i会从多少开始 再写 i是表示列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这边的这一个 第1列这边假设是每个值都等于1好了 这边每个值都等于1 然后第1行这边每个值也都等于1 这边都已经做好了 所以我接下来要填的就是 其他的这个部分 在这个第1列跟第1行以外的部分 所以i呢 i等于0的时候这个第1列已经填完了 所以i 真正开始的其实是 从1开始 所以在这里呢 假设我要写回圈的时候 i从1开始 然后呢 每次 然后i的公子价就是i小于m 总共m列 所以i小于m 然后每次i加加 然后大括号刮起 然后第2层的回圈就写作for iNP j呢 从哪里开始 j也是从1开始 为什么 因为j等于0的时候 j 这一场已经全部被填成1了 我们真的要做从 j等于1开始的这个元素开始 所以呢 j也是从1开始 那 j的数值要小于多少呢 j的值要小于n 总共n行 然后每次j加加 这样大括号开始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希望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希望要做的事情是说 假设我这个正列可以用 那个二维的方式表示好了 我的每个数值的 dij的这个数值 它会等于 它的上方 上方的数值呢 是 vi-1 i-1 i是表示列 所以如果i从1开始 i-1就表示它上面这一列 那如果i等于3的话 那i-1就是第二列 就是它上方这一列 所以i-1是表示上方列 然后的d这一个 然后去加上它左边 左边的元素怎么表示呢 如果以二维正列的那个 所义值来看的话 就是z 它i不变 然后j-1 j是指第几行 所以j比如说 j如果是现在是第2行 假设我现在看这个 j等于2 它-1就是 j等于1的情况 就是它左边的一个元素 所以呢 所以以二维正列的所义值来看的话 vij的数值会等于它上方的这个数值 是 vi-1 j 去加上左边的这个数值是 vj vi-1 这样 这是二维 二维缩影的表示形式 如果我们以二维缩影来看的话 它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可是我们实际上的正列本身 v其实是一个一维的正列 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东西 v其实是一个一维的正列 它不是二维正列 那上面这个二维正列表示 这个形式 要怎么跟一维正列这边做转换 所以我们这边要 写成这样 这个vij这个东西 就像那里是 v的 里面呢 我们说刚刚有 我们有提到这个 所影的转换公式 它的 假设我给定i 跟j的这个所影值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l 所以这边这个ij呢 就相当于是 i去乘以 n 加j 这样 然后呢 它就会等于 另外这一个 上方的这一个 这个二维正列的 所影角式形式呢 假设我把它换成一维的话 这边就变成v的 i-1 这边也要写个括号 然后乘以a 再加上j 所以这一个 这个形式就会变成是这个形式 上面这个是二维索引的表示形式 下面这里 中间这个是一维索引的表示形式 然后再去加上左边的这一个 那左边这个也是同样 这是v 然后i去乘以n 加上j-1 加上j-1 这样 所以这一个呢 就相当于这个的量 所以这边我们先把二维的形式这边写出来 然后把它转换成一维的形式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整个转换成一维索引的表示形式 所以 到这里呢 我们只要把这一行的层次码实做出来 那这边就算 层次就算做完 所以这边就是 显成说 然后 v呢 中括号 i乘以n 加j 他会等于这个v 中括号 i-1 小括号挂起来 乘以n 加j 这一个 然后再去加上 这个v 中括号 i乘以n 加上j -1 这样 所以我们只是把 这个一维的这个所影这个试者 照抗下来 写成中括号的形式 然后这边 层次就做完了 这样 这样整个层次就做了 然后之后呢就印出 再来我们就要印出正列出来 印出这整个正列出来 那要印出这整个正列的话呢 我们这边做的方式就是 就是 我们顺便在上面这边印好 不要额外再写 在上面这边就补一行 直接cout 说我们把这个v i乘以n 加j 这个数字印出来 然后用 空格隔开 这样印出每一点 然后在这里呢 在第1个for回圈结束之后 这边再做印一个换行 cout endm 这样 这样应该就可以把 这边整个层次 顺便把它印出来 这印出来的部分 想要印出正列这个部分呢 就是依赖在这一行 跟这一行 这两行就可以印出正列 然后层次到这里 应该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层次敲进去试试看 看起来 没有很困难的样子 我们把 到这边把这个层次 写进去试试看 所以刚刚的这个层次呢 我们把这边注解掉 然后呢 就 照这个层次照的 所以I&T宣告我有m跟m两个变数 然后 T印呢 把m读进来 把m读进来 然后呢 宣告说我有个vector 它容纳是整数 然后这个vector叫做v 然后一开始v呢 去assign 说总共要m乘m这么多个元素 每个元素的数值都设成1 然后之后就写个 双重的for回圈 inti等于1开始i小于m 每次i++ 然后第2层回圈是int j等于1开始j小于n 每次j++ 这样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这边唯一要做的 正经式就是 把那个所影的部分给算出来 所以这边就是把这一行 持做出来 这个v v j 我负责 j的程式 大家抄进去试试看 所以v的i乘以n加j 他应该要等于v的i-1 乘以n加j 然后呢再去加上v的i乘以n加上j-1 这样 然后同时做完之后就把这个数字印出来看一下 然后 每次呢 就用空格格开 然后最后再印一个换号 这样 然后层次去编译看 如果这样做呢其实 应该不会全对 因为 这样做的情况下我的第1列跟第1行 其实是没有印出来的 然后这边编译成功 然后就去执行看看 假设执行的时候 就是产生一个6乘以5的矩阵 所以就印出来 他真的是 会跟我们题目这边要求的 就是他第1列的1没印出来 第1列的行的1也没印出来 可是剩下什么 2345 这边这个指是2345 这里也对应到2345 然后比如说这边是62156126 62156126 这样一样就是都可以把它印出来 除了第1列跟第1行之外 那至于要怎么样印出第1列跟第1行 各位可以回去试试看 我们已经把层次这边主要的部分做完 知道这回什么问题 明天是后来说 我们就在这边 邀请您把这边网站